我们为什么要办法会 为什么要聚在一块 所以释迦牟尼选中的这一天 我们中华老祖先选中的这一天 我们的祖宗也选中了这一天 做祭祖日 儒家文化是孝道文化为先 所以选做祭祖日 这是儒家文化节 道家是三元大地之地观 中元大地圣诞 也选中了这一天 佛家释迦牟尼 穆建连为救母亲出恶鬼道 然后释迦牟尼教导她 也选中这一天 做佛欢喜日 来设于兰盆会 广度有缘 说这一天是最吉祥 不是你们之前把它过成了一个迷信 苦苦啼啼 到处悲悲哀悲悲怯怯的 这么一个鬼节 它虽然是可以是 做鬼最欢喜的节日 实际上也叫佛欢喜日啊 那么佛也欢喜 鬼也欢喜 祖先也欢喜 你们凭什么就不欢喜啊 欢喜一下就咕咕掌嘛 提升一下自己的快乐度啊 按这个九祖七玄出幽名 都不再受苦了 这多么欢喜的一件事啊 怎么就把它变成一个 哭哭啼啼的节日了呢 说此日最吉祥 最吉祥的时间 我们拿来什么 拿来祭祖 最吉祥的时候 我们来供养 这个四生八戒 主圣贤 我们供天龙八部 众人名 我们供 这个过去七世父母 供 我们今生父母的 九代列祖列宗 甚至更久远的 列祖列宗 那么这个人天六道同欢庆 这是一个欢喜的节日 大家不要把它过得 悲悲嘀嘀的 悲悲怯怯的 这个到处都是 无言障气的鬼节 不是 是这一天 他们鬼道众生最欢喜的日子 也是六道众生都最欢喜的日子 那么在这一天 大家都贡献出自己家里的 食物贡献出金银财宝 贡献出这个药物 鲜花 鲜花 买酒 买供养 法界一切友情 它的功德力量最大 所以是这个中元节 祭祖节 那么还有这个 于兰盆会节 是一个殊胜的欢喜 吉祥的日子 我们利用这样的时空 来做法会 使所有六道众生的力量 聚在一处 四圣 法界的圣贤的力量 聚在一处 来利得友情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红阳正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 请不吝点赞